今天有幸和各位同学在沟通了解 因为刚才马云也讲说 你们都是生长于互联网时代的 我觉得比我们幸运 我们有时候还要在互联网中不断地去学习 但是你们一开始就掌握到最新的技术 就站在互联网信息化的这种前沿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幸运 未来的发展 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是年轻人现在在互联网上喜欢的东西 我越来越看不懂 这是我最大的担忧 包括现在比如说 跟我们这个集通性比较接近的美国 一个非常火的叫snap chat 就是发送照片 他只发送月后几分的这种这种照片 在美国非常火 但我们自己用起来的 我觉得这东西有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本来就干这行 我都觉得没意思的话 但是你会发现12到18岁的女孩子 特别喜欢玩这个 非常火爆 也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互联网的产品 我们发现自己有时候 在这个行业久了之后 不接地气了 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 我觉得这才是我觉得最可怕的 所以有人问我说 你每天早上醒来 或者说你未来你最担心什么 其实我最担心是 不理解以后的互联网的主流用户 现在的使用习惯是什么 那包括QQ也好 微信也好 还有很多的服务也好 没有人保证一个服务是永久不变的 因为人性有时候天然就需要是更新 即使你什么错都没有 他就错到你太老了 一定得换 甚至Facebook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很多年轻人都觉得 他也没面子了 你跟你的爷爷奶奶在一块 太不酷了 我要换一个新的 那个只有我们年轻人在一块 那你用常理很难跟他解释说 那人不越多越好吗 不 我就要个性 我就要觉得讲出去 我用了一个新的品牌的东西 你还用老的东西 你就很傲了 那这种思想呢 可能跟我们常理的商业想法是不一样的 但可能就是以后的年轻人主要的这种思维 那你怎么样去顺应这种潮流 是没事把自己品牌刷新一次 把服务再改一改 换个名字 还是你要看到有新东西 你就是不是要 亲爱的观众朋友 很高兴你能看到这个视频 我是互联网创业的先行者 我叫光明 曾经在国企单位上过班 做过传统的西餐行业 现在看懂互联网的趋势 带领过很多学生伙伴住家创业 实现有车 有房月收入6位数以上 很多的8090后 甚至50多岁的网忙大姐 通过我们平台 短短两到三个月时间 就月收入轻松过万 如果你也渴望成功 请你拿出手中的纸和笔记 以下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微信 1091141835QQ 1091141835 我会为你详细讲解 就是试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学生 其实我们今天的年轻人 机会是很好 我想马化登和我们 都是属于IT时代的人 人类要进入DT时代 Data Technology 就是数据技术 和IT技术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DT Technology的时候 互联网绝对不是一个技术 它是一种思想 互联网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在互联网眼里 马董刚才讲的 十万页的保险 Nothing 在线下 你觉得是万页 那可真了不得 我相信腾讯和阿里巴巴 两家公司的任何的服务器 和计算能力 可以做到一天内 搞个十个国家级的图书馆的数据 很easy 这不是问题 今天的问题 可以把美国国家图书馆的数据 输进去 这真的是几个小时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做到 而且会输得越来越快 处理的方法会越来越科学 它是一种思想 所以年轻人保持对未来的好奇 保持对昨天创新人的一种敬畏 我们生活在一个好的时代 这个好的时代 绝不意味着文讯而逃 这个讯就是腾讯的讯 绝对不认为有了淘宝天吗 淘宝的淘宝 对 对吧 就淘宝的淘宝 他讲完了之后 我再转过来 一定你又讲了几句 刚才我跟马化人来之前 我没交流过 我相信郭广昌 一定会挑战来往 微信的问题 我们再也躲不了 因为复旦哲学 基本上就这个样子 除了两个 中国企业就四大坏人 两个在那里 一个渔风 一个郭广昌 对吧 开玩笑 帮助我们三马一起合作 做中安保险 帮助我们的对手 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成长 是我们的责任 对吧 所以我们做一个来往 他们搞一个拍拍 我觉得很好 因为只有这样 保持好奇心 保持对对这种所谓的权威的挑战 保持对昨天 包括我们要问将来的监管 是不是按照今天的方法 新疆的人买了个保险 如果我们一定要派人过去 那我们今天美国的车里只该怎么卖 我们必须去思考跨空间 跨时空 它是一种新的思想的变革 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对平安保险 这种这么多年积累的 这种优秀的保惠经验和财富 进行敬畏思考和学习 那纯粹就瞎扯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 对昨天的敬畏 对昨天的感恩 对未来的敬畏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 所有的年轻人的机会就是 对昨天的感恩 对未来的敬畏 所以来复旦 我们就是来看看 是怎么搞出复旦的学生 郭广昌 余峰 看起来都像没读过书似的 对吧 叫无知者无畏 好 好 好